莱因·霍尔德星期四晚上说 调查人员还不能肯定枪手是否与任何恐怖组织有关联 我们刚刚开始调查 我们会考虑那种可能性 但眼下我们还没有任何证据 将它与国际恐怖组织直接联系在一起 莱因·霍尔德说 调查人员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24岁的阿卜杜拉·阿奇兹会大开杀戒 打死四名海军陆战队队员 打伤另外两人 枪手后来被击毙 警察搜查了枪手 在田纳西州西克森的住所 希望找到能解释他作案动机的线索 我们正在检查他可能住过去过的所有地方 他购物的地方 上过的学校 他健身的地方 他的朋友 总之就是所有可能的线索 然后逐一排查 当局说 枪手一边开车一边开枪 打伤了一名海军陆战队征兵人员 然后开车到大约10公里以外的海军作战支援中心 目击者说 他开枪打死四名海军陆战队队员 打伤一名水兵 由于这次枪击事件 美国当局正在加强联邦设施的保安 奥巴马总统承诺要展开全面彻底的调查 向不幸身亡的军人和他们的家人表示慰问 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